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勇敢地站出来 保护国家的安危 令人十分敬佩 今天我们要提及到的一位英雄 名叫吴奇遥 出生于我国的福建省 吴奇遥本来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的理想也只是当个教书育人的老师 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 想要做一名军人保家为国 于是他就进入了黄虎军校 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要知道在抗日战争初期 在空战方面 我国的技术非常薄弱 甚至一度只能看着别国的战机飞来飞去 而吴奇遥无依旧是一个难得的出色人才 确实 吴奇遥就是著名的航空队 飞虎队的一员 在空中作战时间达到了800多个小时 还曾击落过5架日军的人飞机 就连美国的飞行员也对他的飞行技术暂不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 吴奇遥又去到美国进修 提升自己的飞行技术 回国之后 在父亲的建议之下来到中国大陆 想要发挥自己的才感 却没料到 竟然因为自己曾经是国民党的经理 直接入了狱 在牢狱之中被灌了20年 等到吴奇遥出狱之后 他再也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为了生计 他只能去路边捡破烂 曾经的辉煌一去不复返 后来政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很是愧疚惋惜 立马恢复这位捡破烂老人应用的名誉 我们也将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好了 今天的完美显能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外媾奖励史的朋友 别忘了转发关注哟